19世纪末兴起了一场以扶清灭羊为口号的义和团运动 当时的老百姓听说洋人教士会吃小孩的脑子 于是他们开始砸洋教堂杀洋人 后来甚至连禁教的中国人也不放过 总体来说义和团运动具有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 但又因为盲目的排外性和他们坚信练权可以刀枪不入的愚昧成分 导致了最终的失败 义和团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是一场全国性的运动 很多在华洋人都感觉自己的安全受到了威胁 有一次义和团攻击了东郊民巷的外国使馆 杀了德国公使克林德 于是西方国家组成了八国联军 借着镇压义和团和保护在华洋人的名义 进军中国 西方国家实则是想通过入侵中华 获得更多的利益 瓜分当时营弱的中国 这八个国家中日本最为积极 前后共出兵两万多人 是出兵人数最多的国家 其次是俄国 派出了一万五千多人 德国因为公使被杀 也越出了八千多人 除了这些主导国家以外 有两个跟班国家 分别是意大利和奥匈帝国 这两个国家都只派了五十几个士兵 也想来瓜分中国 原本这件事跟奥匈帝国 根本没有什么关系 但由于奥匈帝国成立不久 也没什么地位 所以一直是跟着德国这个大哥混的 听说德国要打中国 奥匈帝国就想表示一下 支持下大哥 所以大老远的派了五十个士兵来 如果打赢了 还能占些便宜得到些好处 输了也没有多大损失 想一下 当时竟有国家派五十个兵 就敢来侵略我们国家 真是耻辱啊 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 对于我们国人来说 是再深刻不过了 所以国家一定要不断地强大 才能一雪前耻